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这个2017年版学徒保持手册的这个编修的重点 那我个人负责的部分 是玻璃工程相关 还有相关的比较偏向 本大地处理大地工程 这些相关的内容 那另外这个比较关于溪流坑沟整治的这个部分 是由连慧邦老师来负责 那所以他明天应该有很长的时间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我今天给我的时间是一小时 那我就我在编修这个手册的内容的相关的重点 来做一个算是精简的一个报告 那因为新的内容增加也不少章节 所以有些部分我不见得就是说很细细节的讲 那我相信可能大家也都可以从水保绝网站上面来下载这个电子档 那可能也有很多人已经取得了资本 那所以相信大家对这个编修内容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那我今天就照大概这个那个刚才讲的这个重点来说明 另外提到的就是说这个计划水保手册是我当计划主持人来编修 所以邀请了很多国内在水托保持方面的专家 从陈述群院长 那这个还有林兴辉老师 林卫邦老师 唐锡老师 他有另外一个计划来来这个加入 所以完成了这一次的手册的编修 那这个计划最主要其实就是我们那个水保手册上一次改版是2005 所以已经大概12年了 那因为近年也因为很多降雨 极端降雨事件的发生 所以就在考虑说是不是要把一些相关的内容给修订 那也很多新的工法新的技术 所以增加了一些篇幅 那这边只是一个小的重点 就是我们把这个安全系数适当的调整 一般是提高 然后在这个防沙坝这边 也会帮老师那边增加了防沙量的演算 那我们其实我们的工程篇 他就分为通论跟处理单元 那也在通论的地方增加了野稀 土石青树石构整治生态工法这些章节 那其中生态工法是因为以前是有个生态工程篇 所以现在把它并进来 那变缩小 因为之前的内容有一些是重复了 所以把它并到相关的章节里面 再来我们新增加的处理单元有排庄 土丁、岩丁、地毛、隔粮 防落石、挫石、芒沟、蟹槽 很像集水管、地下集水 地下水集水井、排水廊道 这些章节 就是有别以上一个版本 那其他相关的石沟安全排水 这个有一些是整合起来 整合起来 由这个波堤保育篇跟工程篇的相关章节 把它整合起来 那另外我等一下来说明这个 编破稳定安全系数的调整 还要防土墙安全系数的调整 那刚才提到的防沙量 这是连环邦老师负责 那这次手册的这个陈沙智洪池 这是由台大王冰老师负责 他应该是早上有做说明的 那生态工法篇领练的渔道呢 我们拿到这个工程编理 那也增加了这个防沙坝式的渔道 也增加了鱼骨式的渔道 那其中有一些不合时宜的公式 加以修正 一些相关内容也做一些修正 我们这个很多委员给了很多条意见 我们也都尽量的来修改 那可能还是有一些 不是很改的很完美的地方 可能在未来就是各位记事朋友 如果有发现也很欢迎 后续再会诊给我们 我们来做一些 比如说是修订的建议 或是列一个表格说哪边修正是比较适合的 好 那再来我就谈崩塌地处理的部分 这一次有新加入了大规模崩塌的这个定义 那地调所定义的这个大规模崩塌 大概是崩塌面积10公顷 然后崩塌体积10万立方 崩塌深度超过10公尺 那这有三个10 三个10 10公顷 10万立方 10公尺的深度 这一些 那我这一次 手册里面对于崩塌 就是英文讲的lands eye这个字 有把它 多比较了 这个水保局 跟低调所的这一个 对这些 山崩地滑土石流的 相关的定义 相关的定义 然后也这个采用欧美国家常用的坠落 翻倒 滑动 还有流动的这些 相关的名词 那像 这个大家 可能就是有 有 对这个已经有一些了解了 有一些了解 那只是说国内在使用上 可能山崩地滑 可能就是说你讲的山崩跟我讲的山崩 或是崩塌 或是崩塌 是不大 呃 定义不太相 定义不太相同 那 呃 在这边 水保局 他其实讲的是 崩塌 地滑 土石流 水保法里面 那 地调所讲的是 落石 岩体滑洞 那 地调所有分为岩石 跟土壤 那对于土壤方面呢 可能就是 呃 分为粗颗粒 跟细颗粒 那他都叫为岩屑 就是地调所这边 比较 分为 分成岩石 岩石方面就分为落石跟岩体滑洞 他最后分为fall 跟分为slide 这样而已 那如果是土壤 那对地质的人而言 可能地表 地表这些土壤 对他而言 都是碎屑 所以土壤 不管 除颗粒 西颗粒 都是碎屑 崩滑 就一个词 嘿 这个其实在 其实那个谁 那个 低调所 菲律远 组长 他有写了一个 一个 网络上写了一个 短 短文 来介绍这些名词的差异 好 好 那我在这里就是希望 可以让大家了解国内 不同单位 可能对这些崩塌 不同名词 的对应 还有对应上 国际上常用的这个 以移动形式来分类 以移动形式来分类的 这个崩塌的分类方法 OK 那在这边也谈了一些 边坡稳定分析的方法 也分为土壤边坡 跟这个 延时边坡稳定 那土壤边坡稳定 有平面圆弧跟复合型 分析方法用平面分析法 圆弧型分析法 还有跨底分析法 这个是在 这个方法在 在这个 你们常用的 stable height程式里面都有 就这三种方法 所以把它提了一下 另外就是 延时边坡稳定 延时边坡稳定 那可能就是要考虑到 延体 那延体的意思就是说 里面有很多不连续面 这不连续面 可能就是 守到这个不连续面 弱这些弱面的控制 不管是层面 结里面 或是批里面 这些 所以就会 最时常有 现行的破坏面的一个发生 那这个 这个是延时边坡的特性 所以我们这边基本上把它分成 连续体 跟不连续体 这个之分 如果是连续体 呢 我们是可以用 圆弧形破坏 那 溃散 这个意思是 spread 就是 一般是 側向溃散 溃散型 那 流动型 我后来觉得 这个比较不适合当连续体 因为现在有离散体 也有颗粒流的分析 所以这个流动型 可能就是说 未来会把它 归成一个新的类 就是说颗粒型 或是离散型 的一个分析方式 那 不连续体 不连续体 这个我们就是 最主要就是有这些弱面存在 所以有 分为 平面型 破坏 蟹型破坏 翻倒型破坏 岩块坠落这些 来 大概分类一下 当然可能 这个只是一个 大概的分类 可能还不是分得很贴近 事实上如果大家做 进一步的分析的时候 可能 可能 会自己有自己 熟悉的程式 或最 选择你最适合的程式 来进行分析 那 为什么颜体 也可以当连续体来 来分析啊 这个是因为 在 某些场合下 那个颜体 已经非常破碎了 所以它的 风化程度很高 所以 已经大概接近是 土壤 或是 比较大颗的角力石 这样子的一个 颜体 所以这时候 它不一定 它应该 就不会受到 这些 弱面的控制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 当成连续体 然后用连续体的分析程式 来计算 比如说 大家常用的 Fleck程式 或是Plexis程式 甚至有的是MIDAS程式 这个 也都有 这些相关分析 不连续体 可能就是 像 DDA 像 UDEC 这一些 可以分析不连续体 还有一些 一些相关的 楔形破坏 这些 RockScience公司出的 一些相关的软体 都可以做 不连续体 有简单的 也比较复杂的 那流动型 就是颗粒流 现在国内很多人流行 用PFC3D 或是PFC2D 来做 这是其实 其中一种而已 这是其实 国外还有其他相关的 那 土石流 土石流的话 有很多人喜欢用 Flo2D 其实 Flo2D 也不是真正的 一个 离散体的程式 它是把土壤 不是 把这个土石流 的这个 当成流体 来分析 它是一个定床 那 这个 这个是 这个土石流方面的 就是流动型方面的破坏分析 这边大家参考一下 那所以 其实我在这里面 建议的分类方式 其实是这五种 这个我在水宝系 也已经讲了 讲课讲了很多年 其实 已经慢慢 大家 比较 认识了 这五种 这里面 其实 Full Tuple Slide Spreader 跟Flo 是 这个 英文 翻过来 可能有 不同的翻译方法 不同的翻译方法 那 像这Spreader 这我也想了很久 Spreader 其实只有 散开的意思 它是一个 坏掉的行为 所以我就把它 翻译成 溃散 当然大家 如果说有 不同的翻译方式 可能 你要注明一下英文 是Spreader 有些人 翻成 撤滑 可是滑的话 又跟这个滑动 会 会 重叠 所以我就比较 不建议用滑 这个字 一般Spreader 是 側向 溃散 Spreader 是Lateral Spread 所以是 側向溃散 那 比较不建议用 側滑 因为滑又会跟上面 这个滑 这个字又重叠 就又混淆 那 大概是这样分 基本上 国际上 其实这1978年 就开始了 然后 有 这个 岩石 滑动 岩石 土石 土石 滑动 土石 再有说 这是土石流 泥沙流 这个细颗粒的 土石流在这里 如果流动的话 就土石流 所以土壤 土壤的话 有分为粗颗粒 跟细颗粒 粗颗粒 就是 那细颗粒 就是泥 泥 就是土壤 或细砂 分土 这些就是细颗粒 希望 就是说 这个可以 放到手册里 大家 比较可以统一 这样子 好 再来讲到 安全系数 这个我想对大家 相当重要 之前我们手册 2005年手册 定成地震1.2 暴雨1.1 那其实那时候 规范还没有 列这个暴雨1.1 地震1.2 那后来突然 不知道哪一年 修订的规范 就把这个手册里面的 安全系数放进去 可是这就有一点 小困扰 因为边坡很定 在国道工程局 这一边 定的刚好 跟水宝局定的是 颠倒 定的是颠倒 国道工程局 边坡的设计 地震是1.1 暴雨是1.2 所以就有一些混淆 那后来可能 祭司都用1.2 就是因为水宝局 要地震1.2 那暴雨 那个 国道工程局 或一般的 县市政府 要1.2 所以干脆 最后分析结果 都大于1.2 可是这样 我们想说 哪一个会比较合理 好 我们可以这样思考 这个地震 上一次地震很久以前 算快 1999 今天 快20年 19年前 那时候才 比较大的一个地震 规模6的 当然也很多 但是 规模6的 发生大的崩塌 其实不多 所以可见 地震发生的几率 其实是相较 比较小 比如说百年地震 大地震百年才来一次 或三十年来一次 可是你要想暴雨 像 还好我们现在有在下雨 可是有地方下很大 高雄这边下很大 那暴雨大家都知道 这个地下水位会上升 所以 我们几乎每年都会遇到 霉雨 台风 今年比较特别 但是 但是 还是这个 发生的频率很高 我们大家在应变 中心会设立 也都是因为暴雨 这个 这个 暴雨 的确 我个人认为 会对边坡造成比较大的压力 就是会让它比较容易发生崩塌 所以 所以也就因为这样 我今年就把它改成 去年 去年就把它建议改成1.2 那审查委员大概没有什么意见 基本上 如果说我们这个计划是因应气候变迁 这气候变迁 当然就是 最主要我们是 极端降雨 比较影响大 极端降雨的话 雨量更高 所以在这边把它提高成1.2 所以这一点会被 会对所有祭司 比如说做水保计划的都会有影响 以后可能都是要1.2 虽然现在很多祭司 就直接大于1.2 这当然是有 那地震因为原来就1.2 这不好再改回去1.1 所以还是维持1.2 所以这个在这里做一下说明 好 那其他的通论的章节 还有开挖整地 这个是请张小康祭司来协助修改 那这部分 这是变更的内容 其实还好没有很多 我这边只是列出一些简单的重点 所以这个请大家也就参阅新版的手册 那玻璃排水 波地排水这边是请郭育林济师 他现在是水土保持全年会的理事长 他花了很多时间把水保手册有关于排水的部分 做一个比较大幅的改写 然后也汇整过去手册排水有重叠的部分 就是说有的是在玻璃保育篇 有的是在工程篇 那重叠他一次把它汇整来重写这样子 好所以他也在这边对于这个排水的分类 有分成地表排水地下排水 那以设施来分类 有分为明渠排水跟暗渠排水这些 排水有的是重力排水 以动力条件分 分重力排水跟机械排水这些 那以用途区分那有农地排水都市排水 区域排水道路排水这些 那规划设计原则其实都差不多 我们都需要背景资料 最主要也需要这个地形图 才知道这个水的流向这些 那同时排水设施也最好都是配合 志宏设施志宏城沙设施来试做 那这是排水的部分 那再来矿区跟土石采取 这个也是请张小康记事负责 那这边就稍微修订文字修订一些而已 并没有做太大便幅的修订 那这些是相关设计原则 那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说设置缓冲带 这个采矿 土石采取还有15公尺的缓冲带 这提醒大家一下 ok 好那这边当然也有规定 这个土石采取厂的这个阶段高度5公尺 就是平台宽度1.5公尺 没有个平台至少一个平台不得小于3公尺 波度应缓比1.5公尺 这些 但是我一直都觉得这一些规定 比如说高度也好 不是说你设计每个阶段低于5公尺 你就绝对安全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编破稳定的问题 编破不稳定 阶段宽度应该设 平台宽度要设多宽 这个都是要经过分析的 我们这只是一个参考 大概是这样一个经验 其实这里面很多的经验是 我们也没有针对特定的地址 列出特定不同的一个规定 所以这个只是一个general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在使用时 这是一个当 比如说可行性分析初步设计可以 可是详细设计 西部设计 还是要自己进行编破的稳定分析 采矿也是编破也是 挖土开挖都是 好 再来挡土墙 挡土墙这边有稍微对加进挡土墙 多做一些文字上的补充 那之前篇幅比较少 在这里其实也很常用加进挡土墙 有的也做得很高 有的也都可以达成功能 提供足够的强度 其实加进挡土墙做得好的话 可以做得很安全 而且还有美观生态的一些效益 所以这边也把它加多一些文字 并没有很多 其实加进挡土墙 其实大家也知道 有很多设计手册都整本的了 我们并没有说要把整本都拿过来 所以在手册里面提到这些 有一些 一些专家是觉得说加进挡土墙 不是很喜欢用它 或许是因为相关设计的 或是施工的问题 导致可能加进挡土墙常破坏 所以相较比较没信心 但是我是觉得说 这个因为全世界都在用这个东西 这个加进墙 国内地工程也常用 所以再把它加进来 那加进挡土墙 有就几个分类 这个像地工织物 地工格网 这个请大家参考一下 好 那挡土墙的部分 跟过去其实差不多 那就有 在这边有增加了一些 这个 背田材料的一个 比较详细的规定 基本上挡土墙 背田材料 是希望都用粗颗粒 不需要用粘性材料 就是粉土跟粘土最好不要田 或甚至像泥岩挖下来 或叶岩挖下来的材料 不要再拿去当回田 因为它渗透系数很低 所以会影响墙背的排水 那挡土墙我们设计的理念 设计的原则 其实我们是 希望挡土墙背是没有水压 所以你们去看这个 大部分 那个设计手册 或是那个教科书的课本 挡土墙设计后面都没有考虑水压 都没有考虑水压 因为我们基本上 我们理念就是希望用粒石 萃石 萃石 这些使 使那个渗透系数变大 然后水可以顺利排出 今天如果挡土墙后面 排水不凉 黏土 好了 这些粉土 这排水很差 水都蓄起来 那我们这挡土墙 就不是挡土墙 那就变防沙罢了 因为你同时要挡土压 跟挡水压 所以 防沙罢的标准就不一样 防沙罢是更大的更壮的一个结构物 那我们这只是一个挡土墙 所以一般挡土墙会垮 也都是因为排水不良 占80%以上的原因 所以在这边 就是在对这个墙被回填的材料的力净 透水材料这边多一些规定 再来就是挡土墙 这个很早期很多人都设计这个重力士 那重力士挡土墙 现在稍微比较不受欢迎 就是说他其实第一个不能做太高 第二个他都是用混凝土 所以这个相对而言 比较不节能减碳 所以说 在这种情况下 用悬备式挡土墙来取代重力士挡土墙 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那问题是悬备式挡土墙 也牵涉到钢筋 所以钢筋计算上面就会比较 you know 比较麻烦一点 所以我们在这边也 除了这边有增列一些挡土墙 这个尺寸的经验尺寸 在附入也提供一个悬备式挡土墙计算的例子 那 这也是希望大家慢慢的用悬备式挡土墙 来取代中力士挡土墙 中力士挡土墙 因为都是混凝土 如果说你在灌浆的时候有冷凤 还是说交界面 关架的时候就会有关架的冷凤 就是说你做他的基础板 跟关他的墙底 还有墙底分两节来关 很容易从这个交界的地方就倒下来 所以说这是一个重力士挡土墙的问题 那讲到这个悬备式挡土墙 那也就是说以现在的设计规范 可能现场也有很多图木祭司 你们应该都很熟悉强度设计法 工作应力法 其实近年来结构上已经不大设计了 很不大用了 但是可能还是有很多记事 还是说甚至审查委员 也说你给我用工作应力法 其实也没有说工作应力法 就一定是比较强或保守 基本上我个人觉得有规范上面的一个改进 就应该用新法规 所以我在这里面给的立体也是用强度设计法 那可能有些记事可以再稍微做一下调整 因为钢筋混凝土的这个规范 你看在美国工作应力法 他都已经拿掉了 他以前是把工作应力法放在附路 现在就直接没有工作应力法 所以现在国际上是这样 可是台湾我后来看 工作应力法还放附路 只是说不到什么时候可以 就真的就改成强度设计法 好那总之 当然你可以说台湾规范还没改的话 强度设计法跟工作应力法都可以用 不过我觉得还是与时俱进 这个技术已经进步到这里 可以在这边水保方面也可以把挡土墙 我们这边用强度设计法来设计 这样才会有进步 就是跟上应该说跟上这个技术的进步 其实工作应力法也不是很新 不是讲错 强度设计法也不是很新 那边其实三四十年前就有强度设计法 只是他几乎每两年就有改了一些规范 是经常在更改 好 再来挡土墙的安全系数 挡土墙安全系数这边 也有做一些改变 这边讲的是滑动的安全系数 这个在2005年版 这边有一个高水位 FS1.2 地震1.1 这个这样的规定 跟刚才我们讲说编坡的安全系数 国工局那套规范 还算符合地震1.1 高水位1.2 可是呢 在这边2005年版 增加的高水位1.2 这又不太合理了 因为我们刚才才讲过 我们挡土墙 墙背是不希望有水的 不希望有水的 所以基本上定了这一个 因为我们基本上也是希望 就是说挡土墙后面不要有水压 那所以这一次 我们就把这个高水位这里给删掉了 所以挡土墙后面其实不能有高水压 所以更不能去定高水位的时候的安全系数 所以这次把它拿掉 OK 那地震就改为1.2 那这个为什么要改 就是 其实看这个 建筑技术规则 它挡土墙的 地震的时候安全系数 也就是1.2 所以我们就把它改成1.2 这个就跟建筑技术规则 一样 那 这个 这个就是说我们 在这一版的手册的修改上 我们希望说 跟国内 其他单位 很用的 水保局 国工局 建筑技术规则 这样 这些安全系数可以一致的 我们尽量使它一致化 这样免得 祭司们的一个 无所事从 这边就规定这样 那边规定这样 这很麻烦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把它改成一致 好 那接下来就是 挡土墙高度的一个 调整 这个都是微调 像这边 卵石混泥土 这个就是 卵石加水泥沙浆这些 以前都写到六公尺 其实六公尺很高 这个 已经两层楼了 都是只有卵石 这以前可以做没有坏 不代表它是安全的 那 我们就希望说如果真是 这样要设计的话 就用四公尺以下 比较适合 改矮就是了 你们现在应该也不太常设计 软石混泥土吧 我觉得 除非在很乡下很浓露的 很多浓露的地方 但你设计的时候应该 也不会说设计 就算你要设计一个软石 混泥土的墙 你不会做到六公尺这么高吧 如果你要做到六公尺 五公尺这么高 你现在应该是会 比较会倾向用 悬贝式挡土墙来做吧 不会说我就是给他 气个浆气 就气到六公尺 所以我们把它改低了 那再来 悬贝式挡土墙的 高度我们其实还是维持八公尺 悬贝式挡土墙 这个建议我们 这个都是 其实我们规范也有 淡书嘛 就是说 技师核算安全之后 安全无语 不在此限 也就是说 其实 你要设计 悬贝式挡土墙十公尺 你经过减算也是OK 不过 你的悬贝式挡土墙 或是其他挡土墙 低于这些规定 比如说悬贝式挡土墙 低于八公尺 你做七公尺 六公尺 你也是要减算 没有说我设七公尺 或设五公尺 我就不用算了 所以 所以其实还是都是要 技师来算 好 再来 这边把伏壁式挡土墙 来 来调高成八到十 总高是没有增加 但是下限上五到十 才提高到八 这个 这个就是说 伏壁式挡土墙有前称跟后称 那 悬贝式就可以做到七八公尺 没有问题的 那 那如果说 这样的话 如果你需要更高的高度 就超过八公尺 建议来做伏壁式的 伏壁式会 因为有称 前称后称的这两种 所以应该还可以做到更高 这个才会 才会比较有效益 就是你八公尺以上 才做伏壁 你八公尺以下 你可以不用做伏壁 你可以做悬壁式就好了 对不对 这也比较经济的 伏壁式总是不太好盖 因为还要做撑墙几公尺 而且它已经变三维的力量效应 不是二维 不是平面硬边 所以比较麻烦 设计比较麻烦 然后加进党乳墙 这很多人就已经有反应 很多即时反应 走高其实八公尺 那一下子就用完了 所以 我也就放宽变成十公尺 其实十公尺可能对有一些 祭司朋友还是不够的 有的说一阶五公尺 五公尺五公尺三阶 那就十五啦 但是你可能要去 好好地做一下 编破肯定分析 还有这个 加进材的长度 是不是够 这要分析 有的人设计 总高虽然八公尺 或六公尺以下 可是它那个 加进材长度不够长 所以那个摩擦力或 卧果力不够 还是会坏 这基本上还是 这个 其实 朋友要去 仔细设计加进党乳墙 这个 再来锚定党乳墙 这边以前没有说 要多高 这是建立三十公尺 那三十公尺 感觉是很高 这个就是说 有一些是打隔粮 打地毛 有贝拉 这些毛电式的 那有的是真的 可能是道很高 所以我们参考这个 公共工程的这个 互购工程 定了一个 三十公尺的一个 建议 好 再来这个 党土墙后面的 那个 那个排水孔 我们现在施工检查也好 能够完工检查也好 这个 检查的一个重点 就是 挡土墙的泄水孔 的孔数 是不是有每 2米平方 一孔 这个是我们施工检查的重点 没有 怎么办 去补 去补砖 其实补砖 是不太好 为什么 有可能钻断里面的钢筋 那有可能你钻了也没用 因为后面可能钻到一些 黏性土壤 或是 不是排水很好的土壤 其实也排不进来水 甚至你那个孔都被 软的材料塞住了 也没用 所以 所以这个 施工时 尖造时 就要注意 这个2公尺平方 一触 这是大家都知道了 只是说现在 我们的手册写成这样子 这个是那个 张三郎 前副局长 他建议的 那泄水孔应该于 方土墙 底部开始设置 因为我们泄水孔是要排水 水都往下 所以我们希望泄水孔 低孔 低排 做得越低越好 当然不需要在底部 但是 你这四浪距离越低越好 你就越可以把水 墙背的水给排出来 所以从底部开始设置 由下往上设到 挡土墙下 约0.5公尺处 0.5公尺处 以上 挡土墙上方 0.5公尺 这样就不用设了 为什么 因为上方 水不会蓄很多 蓄都会蓄到下面 你设在上方 虽然你是符合这个 2公尺一孔 可是上方没水啊 上方没什么水啊 你排也排一点点 所以 挡土墙 最上方 1.5公尺下 才有这个孔 是比较适当 一样的 墙背都是希望 以透水性良好的 沙利斯为主 来这个设定 好 好 再来讲 讲一些新的内容 这些相关的内容 其实都不是新的工法 其实都是传统上 土墙工程在用的方法 只是以前没有列在水保手册 其实水保举鱼而言 其实他们也 也都有在用这些方法 所以我们这一次就 把它放进来 拿进来 让 让祭司朋友要参考 让未来的学生 在读相关的 这个手册内容的时候 可以读得到 所以他就有多这方面的认识 那不然这些 这些庄啊 什么地毛 这些啊 格梁啊 不是大家平常就在用的东西吗 好 那庄的话 当然可以 当锤子称掌 那这个锤子称掌 我觉得可以在 设置在 比如说是悬备式挡土墙下 或是你的桥台下 这个要打桩 假设你的这个锤子称採力不够 或是测向力不够 可以在悬备式挡土墙下方 或是在 在那个桥台 一般桥台 河岸的 岸壁 河岸挡土墙 这些 甚至 甚至防沙坝 假设你那个 底 你要盖个防沙坝在河床上 那都是沉积的 软的材料 你可以打垂直的一个装 同时 其实打的垂直桩 一方面可以 提供垂直承载力 其实它还是可以提供 側向承载力 好 那 在编波稳定上面 有很多人就用 挡土排桩 圆形的也好 这个组桩横板条也好 也都是有用这个桩来 来做 所以这边也把桩放进来 那就是有 介绍的几种常用的 像玉垒桩 泥土桩 钢板 或钢管桩 这些 做一些比较 这些内容都不是新的 这是其实很多 土木工程已经在用了 好 那桩的 力量 承载力的计算 那就是有垂直的 側向的 側向还比较麻烦一点 側向 这边也没有写说 真的要怎么算 这个变成说 比较深入的大力工程 的课题了 这上面只提一下 側向力可以 常以PY curve 理论 还有相关有限元素 有限差分来算 所以如果真的要算到 側向 承载力 这些 可能你需要用 有限元素 或有限差分 跟刚才讲的Precis 或是Flag 你要做土壤结构互质 去求到装的 玩具 简历 直接来配金 配 配这个祖金 跟配固金 好 再来 土丁 土丁 也是常用的编破稳定工法之一 那 土丁 一般是从上 往下施作 从上面一个打 打完了之后再挖下去 正常是这样子来做 那土丁跟那个地毛是不太一样 土丁是被动的受力 也就是说打的时候这边坡还没变形 假设它没变形 那 那打完之后 边坡如果要 有要这个下滑的趋势的时候 这个土丁才开始受力 才开始因为摩擦的关系 还是减力的关系 开始受力 那有别于 玉立地毛 地毛是 打进去之后 我边坡还没有开始滑动或载重 我就先施加玉立了 就先拉了 所以这个一开始这个土丁里面是 一般是没有轴向力 是等土壤变形之后 它才有 这个 轴向的拉力 那粗一点还可以抗减 粗一点还可以抗减 那一般有的也会 有的人设计也会 把这个 转个孔灌浆起来 这个 好 那 大概土丁 的一个 内容 颜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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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有分 这英文是 Rubbolt 那 英文的Rubbolt 其实Rubbolt 隐含的是 是那个 有玉立 玉立 颜酸 就是你 酸起来 就可以 给它张力 这个 预拉力 那 这是一般讲的 颜酸 那 问题是 我们在做的时候 有的是没有 玉立的 就是 这个 这叫 颜丁 颜丁 所以 这边因为两个都很接近 所以我们也没有把它特别分成一个 颜酸的一个单元 跟分成一个颜丁的单元 他 因为他这个诗作都类似 只差在也没有加玉立 所以我们在这里 有做这个 说明也就是说有玉立 一般叫玉立颜酸 或是非玉立颜酸 那 颜丁的话 一般是没有加玉立 那 颜酸的话 一般是 有加玉立 这样子 好 那这个部分是 请中心工程顾问社 张玉玲 诶 是经理吧 他 他 他帮忙 提供中心工程的设计 设计图 OK 中心工程顾问公司 还是 中心工程顾问公司的设计图 好 好 再来 地毛 地毛是 像 岩毛 土毛的统称 那 基本上 我们会有一个 毛定段 然后 然后我们用钢脚线或钢棒 穿 就是 来施加玉立 好 那 在矛头 我们会做这个 握 就是把它握裹起来 就是 把它做一个矛头 那 有这个 临时性地毛 也有长久性地毛 长久性呢 当然希望 年限可以达50年 好 那 呃 呃 临时性的 可能就希望它可以撑两年 其实临时性的一般是施工中使用 好 那 呃 之前我们好像有一个国道 国道3号 在哪里啊 在 在 在基隆那边啊 有一个 那 那 那个 可能 地毛的老化 或是 玉立 松弛 这些 有点问题 那 呃 后来 可能 他们就 加强 这个 玉立 地毛的检查 看 玉立 有没有 Loss 那 设计师 也要求 做这个 地毛 抗拉 试验 那本来就有在要求 就是说 后来 那就 对于国道 博光局 对 这国道的边坡的检查更 更密集 更严格 那 呃 呃 我们在水土保持工程里面 这个 这个地毛 也是用来做边坡稳定 用的 那我们刚才讲这个 有拉地毛 加隔两极 可以做一个不错的一个 呃 呃 安全 边坡稳定性的提供 稳定 稳定性能的提供 那可以做到30公尺 建立 这样子 ok 好 那这个当然地毛要多少 物果力多少 这个也都是要经过 计算 呃 设计完呢 现场是 可以设定 每几根要做一个 拉拔试验 呃 完工后 你也要规定说 多久 检查一下 这个玉立地毛 哦 那 这种地毛 一般 啊 就是会有毛钉段 跟自由段 毛钉段是固定 自由段是去拉着一些钢锁 钢 钢 钢条 好 然后把它锁起来 好 再来 隔两 隔两 我们最常见的 可能就是 厂住钢筋混凝土隔两 哦 当然在水堡边坡这边 很常用自由隔两 自由型隔两 用一些 啊 比较细的 这个钢筋啊 去组成 这个 这个格子状 那 比较生态的做法 可能就是做圆木隔两 圆木隔两 那这些隔两 像这个 混凝土的 做粗一点了 那你就可以加地毛 像 像 其实像这种自由隔两 你可以加土钉啊 你可以加土钉 所以在这边可以配合 岩钉土 丁 岩栓 这些来 甚至地毛 来 来 来补墙 来补墙设计 好 这是配合 这只是一个单元而已 这增加的部分 再来防落实设施 其实落实 落实不是水保局的业务啦 但是公路局业务是比较多 因为落实也不知道在 民国哪一年的时候就 好像切给这个 公路局啦 但是 就是 有一些浓露 还是有一些 这个 比较 总之就是有一些编破 还是水保局的范畴 可能也是会有落实的问题 那 落实的 对付方法 大概就是有预防方法 跟那个防复方法 讲起来 大概就是一个就是修坡啦 把会 崩落的落实 除掉 像这个在波面上把它除掉 除掉 清除 清除方法 或是加这个防护栏 或有的会挂网 这是常常做的 那 诶 等一下 那有的是 嗯 会把 波面 做 这是来 来 加强的意思 就是喷泥土 岩栓 地毛 这些来加强 就是来 做一些比较 偏向 力学的这个防护 的这个 工法 那 防护呢 就是清掉 清掉这些 长的树 快掉掉下来的 甚至做一些落实坑 那 就 落实坑而言 这台湾的路可能都不是很宽啦 所以可能也没有很多空间可以做落实坑 这有这个问题 好 土石堆制厂 这跟之前差不多 这个土石 这次也是请张小康及时协助修订 那 基本上 我们是土虫画啦 那 其他内容 是 差不多 差不多 再来 排水垢 再来 郭玉玲 就是帮忙的 所以他 汇整了 旧版的 排水垢章节 然后 他自己也画了 一些 K的图 就是把 把这些 巨型 T型 U型 L型 草沟 70 这个土石 沟 这些都给 重绘了一下 这个 大家请参考一下 那 施工注意事项也在 重新 撰写 好 再来 暗渠 暗渠 暗渠跟明渠 是相对的 所以暗渠分而管寒 相寒 芒沟 这些 这些内容 这个也是很平常 我们就不多 多提 碟水 碟水这边 改的不是很多啦 大概就是 讲混凝土造的碟水 这原来是说 用12公分的厚度 做结果物 现在说 用 加强一点 变15公分 12公分 可能太薄了 在野外 这个水侵蚀 这些问题 土壤流失 可能12公分一下就破洞 所以 所以加厚一点点 那这边也是 如果是 碟水高度又更高的话 原来是说 25公分 现在改成 20公分 大概是这样子 一个微调而已 然后 这边 泄水孔 80 这个 这个是讲 那个 碟水的 泄水孔 不是挡土墙 泄水孔 这边80厘米 一孔 一公尺平方 一孔 这跟挡土墙 是不同的 的 盘水孔 规定 其实也可以当参考 现在 没有写到 技术规范 还不算 不算是正式的 规定 但是 我们现在 技术规范 也是在修改 这个 平科大学 这个 许中丽教授 最近 正在改 所以我也希望 这次改的 相关内容 会整给他 那 经过大家讨论 适合的话 我们就再去改 这个 随途保持 技术规范 毕竟 随途保持 技术规范的 未接 是比手册 还高 高一接 好 再来卸槽 卸槽 好像 更早的 版本的 手册有 上一个版本 被拿掉了 那就 有 比较资深的 这个 这个 专家就建议 再把卸槽给放回来 所以 我们又再把它 涂稍微重化 然后又再把它放回来 那差不多是 过去的内容 那要做一些 一些 修正而已 在 横向集水管 这是 也算是新增的 单元 跟 后面的地下水 集水井 跟这个 排水廊道 其实是一体的 其实就是 是为了整治 比较大规模 跟 它的 浅势 的一个 边坡的 一个治理方法 这个其实 国内也很常用的 所以我们把它放在 我们把它放进来 我们的 水图稿手册里面 那 等一下 切 切 切回来 好 那边坡整治最常 我们 做的 就是 横向集水管 横向集水管 这个 可以把水给 排出来 我们想 其实我们去看一个边坡 整治 现地 勘察完 大概都会先想说 降水 降水 一举速得 可以降低水压 它又可以提高土壤的强度 因为水压降低 有效应力增加 土壤的强度就增加 所以它有两倍的功效 所以降水大家会先想到 那 所以这边 把 横向集水管 放进来 那 这个 这个 三个解 是请 那个 王文能 博士 来写的 王博士 他也有出了 一本 崩塌地 相关的书 那 我 我后来看了一下 跟 那本是差不多 那这个部分就请他 帮忙 我们撰写 那 基本上就是希望 把边坡的 土 边坡的水位降低 那降水的办法 是 是 大家都有这个概念 那 方法其实也 还很多 也不止 横向排水管 所以说 我们这里 虽然手册建立的 横向排水管 也 不希望限制了 济师的 那个 思考 就是说 就永远只用这个 你 你 你其实还可以 其他的 其他的 比如说 排水 排水 礼石庄 还是其他的 其他的方式 去做 排水 好 那再来 地下水 及水井 这如果是在大地工程 大地技师这边可能会讲 就讲 集水井 可是在我们这边 讲集水井 怕跟那个 一般水沟 在地表的水沟 就是相接的地方 我们都会设计 集水井 我们就怕那个重叠 所以我们在前面再加个 地下水 集水井 所以是要集 边坡里面的地下水用的 像这个 直径大概 3.5公尺到10公尺 所以是 藉由横向排水管 打成辐射型 像这个辐射型 然后把水集到这里 然后再排走 重力排走 或甚至抽水排走 一般这边就会有个 排水管 就重力排水 所以这个 国内很多工程 我们做这个 像这个 日月潭的水 这个 投射坝水射坝附近 也是有做 这个 地下水排水井 跟这个辐射型的 这个 横向排水管 那经常要去吸孔 要去清 不然会阻塞 OK 好 那这个 这个国内有 不少施工厂商 甚至工工公司 都有在设计 学法局的工程 大的规模 像是梨山 像是 花莲还是伊朗 这边有很多 这个 边坡稳定的整治 也都用这个工法 那排水廊道 排水廊道也是同样概念 就是 打个 离山也是有打排水廊道 那很多地方 也都会 有崩塌之余的 这个大型崩塌之余的 而且是很重要的 边坡 就会花大钱 来做排水廊道 这是挖一个小隧道的意思 可能直径 比较小1.5公尺 或是2公尺这样子而已 那像我们的鲤鱼潭水库 在苗栗这个 它的边坡 它的边坡也是会滑动 这有工工公司 也设计一个排水廊道 排水廊道里面 再打横向排水管 进去把这个边坡 里面的水给排出来 或甚至已经知道 这块块体有在滑动了 你把块体里面的水给排出来 就是这个目的 这是这三个章节 做大规模崩塌的一个治理工法 再来这个余道 余道把生态工法篇救满了 就是2005年版的生态工法篇 再把它增加了一些篇幅 像鱼谷市鱼大 这个是陈树勤院长 早上来介绍 2017年的 实际做了一个试验 也真的有 我有看到他那个试验录影带 真的有鱼这边在游 发表到Ecological Engineering的 一个算生态工程里面 很重要的期刊 所以就把它列进来了 再来防沙坝是鱼岛 这是段杰浩老师提供的资料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一般防沙坝可能都做得很大 以后要让鱼可以游上去其实不简单 他倒是这边有一个设计 来提供大家参考 好 那附录这边就是大概讲了一个 强度设计法的悬备式挡路墙设计案例 大概就照这个 其实这个不是新的知识 这很多课本 RC的课本就有了 特别是像这一本 王跟沙门这一本 它里面也有蛮详细的一个设计 只是说它是音质 我们把它改成公质 我大概简单重点 试着介绍到这里 谢谢各位 我们用最热的掌声来给洪教授 谢谢